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很多人为了出行方便 都给自己配备了一辆车 可是买车最害怕的 就是遇到一些销售陷阱 近日就有位金女士 在给车子上牌照的时候 却被告知信息不符 无法上牌 金女士顿时觉得 自己被四个店给坑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些看看吧 金女士前的时间 在四个店购置了一辆新车 买完车后 她就使用了商家提供的临时牌照 因为商家表示 等可以办理正式牌照的时候 这边也会帮忙代办 所以金女士为了方便 就直接把购置的发票等资料 留在了赛斯店里 可是某天 金女士因为要上牌照的事 翻看合同的时候却发现 上面写的车架号 和自己这辆车上的完全不同 而且自己的备用钥匙 也不是提的这辆车的钥匙 这是怎么回事呢 销售员的态度很不好 他们表示只是登记错了而已 金女士没有必要上岗上线 合同上的车 只是另一辆同型号 不同生产这些车而已 没有什么差别 金女士在那辆车到店之后 提走就行了 没有什么区别 金女士觉得赛斯店 把自己的疏忽 轻描淡写就带过了 这让她十分生气 目前她决定走法律程序 维护赛斯店这一失误 给自己带来的损失 很多朋友表示 这件事一定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这不同的两辆车之间 肯定有毛利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留言一起讨论吧